雕塑身形健康每天 轻松重建好体态 欢迎收看 要健康就运动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 激励训练 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请你帮我保持 顺畅的呼吸 不要憋气 别忘了 卵身和最后的缓和 也很重要 练习完身体肌肉的力量之后 要充分的伸展 隔天才不会酸痛哦 准备好毛巾 水瑜伽垫 我们一起运动吧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 核心的练习 那在练习的时候 我们的手 我们的脚都要同时帮忙 所以我们先从简单的 手臂和大腿的暖身开始 先将双脚弯曲再伸直 稍微上下动一动 感觉一下大腿的后侧 臀部的力量 接着让双手留在身体的旁边 我们就打开 再放下 上来 再放松 加上你的双脚咯 膝盖伸直 弯曲 伸直 弯曲 伸直 弯曲 今天的核心的练习呢 会有一些棒式的支撑 那如果你觉得手快要撑不住了 随时你都可以把膝盖轻轻地放下来 但是不要突然间整个人趴下来在地上 我们让手伸直 我们让手伸直停留在旁边 手掌心朝下手臂小小的向上 在这里尽量把我们的腹部往内收紧 同时我们感受一下双手的力量 吐一口气 背放松 双手放松 再一次打开手臂 掌心朝下往上抬 我们做十个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放松 手扶着脚 我们让身体回来站到垫子的最后方 双手臂往上提高 吸一口气 吐气 膝盖弯曲 双手向前走 将你的两个膝盖轻轻地跪下来 手肘弯曲 靠近身体向下 我们都有三个 弯曲 伸直 弯曲 伸直 弯曲 伸直 两只手走回来 向上提高 吐气 往前走 四步 三 二 一 膝盖落 三个手臂 三 二 一 双手走回来 向上提 吸气 吐气 膝盖弯 往前走 四 三 二 一 三个手 三 三 二 一 我们将臀部向后来到婴儿室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的棒式的练习了 等一下呢我们会做侧棒式所以你可以选择替代的动作长这样 我们先练习一次重心向前像你的棒式一样 将你的同一侧的手跟脚向上打开跟点在后方 放下来的手 放下来的时候手掌心称好 膝盖跪好再换边 同手同脚 往上 再往下 所以你可以选择跪姿或者是膝盖伸直 我们来到棒式咯 我们来到棒式咯 双脚先帮我伸直 臀部收紧 下巴为手我们做拍肩膀 右拍 左拍 两次拍完之后 打开到侧棒式 回到中间来 相反边 左 右 开 合 右 左 开 合要跪姿也可以 左右 左右 合 右 左 开 合 身体 开 盖下来 拍 拍 拍 回正 拍 拍 拍 回正再一个 拍 拍 开 回正 将双手的手肘放在地板上 轴撑的棒式 双脚踩好 臀部收 腹部收 我们在这里停留 20秒 肩膀离开我们的耳朵 下巴微收 臀部再夹紧 头顶向前 脚跟向后延转 我们还有10秒 9 8 7 6 5 4 3 2 1 接下来我们做臀部向上 提 上 下 上 下 每一次下来的时候吐气 让身体回到原本棒式的位置 小心我们的腰跟背 不要往下掉 我们还有5个 4 3 2 1 身体停留在这里 将臀部向右 向左 向右 向左 往右边的时候右膝盖可以微弯 向左边 左脚也可以微弯 连续我们做5趟 4 3 2 1 膝盖轻轻地跪下来 臀部向后我们来到婴儿室 相同的动作我们再试一趟 所以你刚才已经练习过一遍了 选择你想要的强度 选择我们的膝盖 弯曲或是伸直 我们先让双手撑好 双脚向后 来到掌撑的棒式 手臂拍肩膀 拍 拍 开 合 拍 拍 开 合 还有 拍 拍 开 合 左手 右手 开 放下 右 左 开 放下 拍 拍 打开吸气 吐气下 左 右 吸 吐 再一个 右 左 吸 吐 左 右 上 下 膝盖先落下 手肘撑好 肩膀离开耳朵 双脚向后 棒式停留 腹部收 臀部收 下巴回收 头顶再向前 肩膀再往上提 我们还有十秒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往上吸气 上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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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下来的时候 把我们的臀部再收紧 腹部再往内收 再做五个 四 三 二 一 一停留 膝盖弯曲向右 向左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让我们的侧腹部同时出力 右 左 右 左 还有 三 二 最后 一 膝盖落 婴儿式 手 手 臂放松 肩膀放松 身体也放松在这里 轻松的左右 晃一晃 摇一摇 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第二组的动作 我们让身体坐起来 双脚往前 臀部也向前 两只手放松在旁边 身体向后 我们做卷腹往后 每一次往后的时候打开一只手 左手开 回正 右手开 回正 左 右 眼睛的视线跟着打开的手 身体可以再往后多一点点 向右 向左 向右 向左 最后一个 抱着你的右脚 身体躺下来 两只脚交换 右 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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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脚尽量靠近你的身体 腹部保持内收 最后三 二 一 双脚弯曲 踩好 两只手过头延站 我们做乔势停留在上面 双手上来 找到你的大腿同时吐气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脖子不要夹得太多 眼睛保持看着血上方就好 我们再做五个 四 三 二 一 臀部先下来 抱着你的双脚 身体坐起 相同的动作再续一回 手留在旁边 身体向后 先开左手 左 回正 右 回正 第二次再做了 让身体再上下 躺多一点点 挑战一下你的身体 再往后 再回来 向后 再回来 最后一个 右膝盖弯 抱脚 右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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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准备乔势双脚踩 双手向后 身体上下 吐气 吸气 吐气 吸气 吸气 还有 尽量让臀部留在上面 不要往下掉 我们再做三个 两个 一个 让身体慢慢放下来 一样抱着你的双脚 我们坐起来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伸展 将双脚打开 大约是垫子的宽度 两只手放在中间向前 走到不能再走了 就停留 放松一下你的脚 放松一下你的背 轻轻地让双脚轮流 脚勾脚尖动一动 让臀部自然地跟着你的双脚 左右摇一摇 松松腰 手扶着脚 身体回来 任何一只脚放在前方都行 我们伸展一下肩膀还有脖子 右手伸直 左手夹好 背先向上 这样身体往你的左边扭转 把刚才可能用力的肩膀 还有你的腰跟背 伸展一下 双手抱住自己 回到中间 吸口气 我们向上 打开双手 放松 两只脚前后交换 向反边的手 左手伸直 右手弯曲 先向上体 再向你的右边扭转 如果你刚才在做棒式的时候 一直觉得肩胛骨跟肩膀 这里很酸紧的人 我们可以停留的时间 稍微拉长一点点 回到中间 抱住自己 吸气往上 打开吐气 最后伸展一下脖子 头轻轻地向右 左手向下 向反边 右手向下 脖子向左 双手扣后脑勺 背放松 摇摇头 点点头 我们做一个深呼吸 往上提高 打开双手 吐气下来 今天的练习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做完刚才的练习 身体的状况感觉如何呢 如果有哪一些动作做起来比较辛苦 有一点挑战性的话 不要着急 我们可以先从替代的动作开始练起 先把肌肉的力量建立起来之后 再慢慢地把动作加大就好 不要贪心 操之过急 免得受伤哦 慢慢一步一步地练习 才是最好的训练 谢谢收看 要健康就运动